如果你也害怕老了以后走路摔跤 那你一定要跟着小刘锻炼接下来这个动作 并且点赞转发给家里的中老年朋友 前两天啊 小刘的一个粉丝告诉我说 她的妈妈前两天走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 把腿给摔断了 她才60出头 其实还非常年轻 但是未来她的日子很难过了 不仅她自己痛苦 她的女儿也已经辞职回家照顾她了 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上了年纪腿脚没力了 上下楼梯腿迈不开了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加强腿部的力量 来降低摔倒的发生 今天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防止中老年朋友 在上楼梯的时候摔倒 看好了 我们找一把椅子 把脚放在上面 然后呢 手扶住墙面 靠我们大腿根的肌肉 把我们的大腿向上抬 你能抬多高抬多高 每边去抬个10到20次 再换一边 也要去抬 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去试试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一定要每天经常练习 然后呢 回去吧 Ng ähnlich